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主日 也是五旬节 即圣灵降临节 两千年前 当主耶稣升天之后 神在五旬节降下圣灵给教会 圣灵便与教会同在 我们为此也献上感恩 同时我们也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再次通过网络 一起来敬拜 来赞美我们的三一上帝 首先如果条件允许 请与我们一同站立 让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 诗篇五十七篇 上帝啊 求你恩待我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直到灾害过去 我要向至高的上帝呼求 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上帝 呼求 上帝从天上施恩拯救我 斥责那践踏我的人 上帝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使 上帝啊 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便及全地 上帝啊 我的心坚定 我的心坚定 我要歌唱 我要颂战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 称谢你 在万族中 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伟大 高级诸天 你的信实 上达云霄 上帝啊 愿你被尊崇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 便及全地 感谢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神面前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 赞美你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 虽然我们依旧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处 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失去了工作 有的可能身体出现一些疾病 有的可能出现鼠林上的危机 有的可能陷入孤独的境地 父啊 正像诗篇所讲 我们要投在你的翅膀阴下 求你来保护我们 来安慰我们 直到这灾难过去 我们知道父啊 你的国禁了 必会有各样的灾难发生 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 也会因此遇到各样的试炼 甚至因此而跌倒 父啊 求你赐给我们庇护 加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在试炼里 在灾难中 能够为你的名 为你的荣耀而战利 能够在患难中得胜 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为我们的罪悔改 使我们能够成为 赴你神国的君尊的祭司 父啊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 被你悦纳的得胜者 以上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请大家继续站立 用我们的歌声 用我们的心灵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 那位庇护我们的神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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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丰富上赐者 耶稣 耶稣 职告你的胜者 耶稣 耶稣 全能一致住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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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细在 永在的全能处 永不改变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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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 为了一切荣耀 准备和送祂 耶稣 耶稣 圣结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结地救赎主 是 赢富上司着 耶稣 耶稣 独立的圣者 耶稣 圣结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结地救赎主 耶稣 耶稣 圣结地救赎主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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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心在 永在的全能处 永不改变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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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 赔的一切荣耀 尊贵和送赞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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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心在 永在的全能处 永不改变 让朋友细细都说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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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友你是 赔的一切荣耀 明天日快数 赞的七海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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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V and Jeans 神指出ィwork asks 星指出 Quick oven 神在 神锦然 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 那位道仇肉身 为我们牺牲 用他的宝血 把我们赎买出来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歌唱 《牺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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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生命 手变伤 是我的意志 所有的罪恶 你为我担当 生死亡全世 请 pr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我说你有我的真身 在这个时刻 我心只有你 我的主 我唯一的爱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在这个五旬节的主日和大家继续分享天国进了这个主题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天国就是上帝的国 他在高天之上 在那里都是尊主为王的 那么主的旨意可以畅行无主 我们说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天国已经来到了 那么天国呢 不在这个世界 他在哪里呢 他在我们信徒的心间 那么什么时候天国才完全降临呢 就是主再来的日子 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 真的是各样的这个景象 这个疫情 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日子进了 那么什么是通往天国之路呢 就是悔改 就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 那然后呢 我们要真的这样做 我们就要把自我舍弃 我们呢 要甘愿付代价 跟着主走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那么今天呢 我们首先要看看 主再来的日子进了 那么主再来有什么样的预兆呢 当年呢 门徒在橄榄山上 就问过主耶稣这个问题 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以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我们看看主是怎么回答的 那主耶稣回答说呢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呢 将来呢 会有好些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那么我们看到主告诉我们 主再来之前呢 会有好多人冒主的名 就是假基督的出现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东方闪电也好啊 什么国度降临 还有什么这个韩国的 那个教会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说主耶稣已经来了 这些都是假基督 是来迷惑人的 另外呢 还有灾难的开始 灾难的开始呢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我们今天呢 虽然没有看到真正的战争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经济战已经打起来了 而且呢 有多国呢 在因为这个疫情的源头不明 在讨伐 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主告诉我们说 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 我们不要惊慌 因为什么呢 末期还没有到 那个时候呢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那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东非的蝗虫已经在路上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饥荒就会来 地震这些年呢 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那么民攻打民的事情 因着这个疫情的源头 那么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尤其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在海外 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这个种族歧视的抬头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有些人在用枪 在枪杀事件 不管是在加拿大 还在美国都有出现 那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这一切灾难的起头 我们好像现在看得更清楚 但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针对基督徒的大逼迫 主耶稣说 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我们在加拿大还算比较自由的国家 我们好像对这个感知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呢 World Watch 它每一年都会出现一个list 就是世界各地对基督徒的逼迫 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 那么2016年说的是比2015年 要翻番的这个逼迫 那么这几年 每一年都更加严重 而且呢 这个受逼迫的比例在增高 现在呢 其实每一天 有11个人 要为基督信仰 牺牲 献上生命的代价 那我们看到 真的是这个火焰的试炼 真的是在一天一天的临近我们 那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 还都是外在的 不管是灾难也好 还是逼迫也好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教会内部要出现问题 因为呢 主耶稣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那而且呢 有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大家也可以想象 在你被逼迫 被陷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心里是很容易积蓄苦毒的 那么爱心 是真的是要维持很难 可是在启示录当中 有一个教会非常好 就是以夫所教会 他们坚持真理 他们非常的劳苦的 去为祖做工 他们也很坚韧 但是呢 这个教会就因为什么 他们的爱心冷淡 被祖责备 主要求他们回改 要他们什么 重拾那个起初的爱心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逼迫 谁能够成为得胜者呢 主耶稣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么在这个启示录当中 那七个教会当中 只有两个教会 是得到主称赞的教会 这两个教会都是受逼迫的 施美拿成 还有人呢 被吓到尖里 那菲拉铁菲也一样 他们也要面临 这个假的犹太人的逼迫 但是他们在逼迫当中 他们有忍耐 那而且呢 他们一定是保有了 那个爱心 才在蒙主悦纳 他们还有什么 去传讲福音 因为唯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才能认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 才会把这个福音传得好 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能看到 只有两个教会 士美拿 菲拉铁菲 蒙主悦纳 坚忍到底 那我就问主 我说主啊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得胜者 谁能成为得胜者呢 主就给了我一句话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竹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一个祷告 因为这个信息关乎到我们将来 我们是不是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求圣灵来引领我们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借着圣经的话 你告诉我们 试炼时刻已经到来 主啊 我们知道 凭我们自己 我们站立不住 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开启 圣灵的引领 圣灵赐下能力 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意 行在你的旨意中 荣耀你的名 使我们真的 能够欢欢喜喜的 在百般的试炼中 仍有大喜乐 能够坚定地 去坚韧地 守你的道 使我们 真的 都能有一天 能够欢喜地 站在你的宝座前 被你称为 忠心良善的仆人 愿主你自己 亲自地 向每一位好朋友说话 让这个五旬节的圣灵 大大的充满 交光我们 谢谢主 感恩赞美 都是奉主耶稣 得胜的尊名 阿们 好 我们首先看看 谁是被神拣选的子民 那么在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 八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说 这全地的人 三分之二 必减除而死 三分之一 仍必存留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 惊火 熬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 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 是我们的上帝 那么在这个拣选当中 我们看到 有一个数字 三分之一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有三分之一的天使 跟随撒旦 反叛神 但是我知道的是 在启示录当中 在第六章的时候 那个谈下冤魂 他们祈求的时候 有白衣赐给他们 并且告诉他们说什么 要在安息片时 那么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呢 也要被杀 满足了树木 所以在主那里 确实是有树木的 我们真的是盟主拣选 是三分之一的人 我们要非常的珍惜 那么为什么要 熬炼金子 熬炼银子呢 彼得前书 同样地告诉我们说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圣洁是我们耶和华上帝的 他的属性 希伯来书更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他是至圣的神 他不能容忍一丝的罪 那么所以呢 所有属他的子民 要归他为圣 所以主要像 熬炼金子 熬炼银子一样 去熬炼这些属他的人 使我们成为圣洁 配得 称他 尊他为我们的神 而且呢 在这样的百般的试炼当中呢 因为我们自己受不了 我们软弱 我们会怎么样啊 我们会求告主的名 而主呢 他也会应允我们 与我们同在 那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和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那么在《戴伊礼书》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戴伊礼》有三个朋友 他们因为坚持 尊主为大 那么不肯拜偶像 所以呢 被扔到火窑里 但是在火窑里呢 非常稀奇的是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四个人 有一个人像人子一样 在他们中间行走 那虽然这个烈火呀 把他们送进他们去烧的人 那个冰丁都烧死了 可是他们呢 豪化无损 这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会经历试炼 经历苦痛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与我们同在的 当我们求告他的名的时候 他就与我们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的神说 这是我的子民 而我们也要说什么 耶和华 是我们的上帝 那么主 呼召我们 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他希望我们做 君尊的祭司 大家注意 这句话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这句话 是对每一个上帝的子民说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你是属上帝的子民吗 你是三分之一被拣选的吗 那么神就给你预备了一个职份 就是做君尊的祭司 那么做祭司有什么条件呢 做祭司就是要分别为圣 归给神 那么第一个条件 就是有一个愿意摆上的心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 那我们要什么 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那么我们这样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那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本是不洁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这个做祭物 在被献上之后是什么样的 是要用刀切开 切成筷子 是要放在火上去烧的 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 神就悦纳我们 看我们为上劫 看我们为可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有一颗 愿意献上的心智的时候 神就悦纳 那么剩下的工作呢 就是圣灵的工作 还是彼得前书 他说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 做圣洁的祭祀 那么这个我们献的祭呢 不是我们 完全是我们自己 还有什么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所以主真正悦纳的是耶稣 因为唯有耶稣 是完全的 是圣洁的 那但是呢 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 圣灵就开始做工 他做什么样的工呢 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里面 当以赛亚先知 看到高高的宝座上 上帝那个荣光的时候 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自己的罪恶 他说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这个时候呢 以利亚已经做先知好几年了 那么他先知我们知道 是要指证人的罪恶 以前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罪 但是当他来到主的 尸恩宝座前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自己的罪 那么当他承认自己罪的时候 就有天使拿了炭火 烧了他的嘴 这个炭火烧了他嘴的时候呢 他没有被烧坏 反而是什么 他的罪得洁净了 这个时候 他就能听到主对他说话 主说什么 主说 我能差遣谁呢 谁能为我们去呢 那这个以赛亚先知就说 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当圣灵光照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亏欠 自己的不洁 当我们承认自己不洁的时候 那主的光就会把我们洁净 使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话 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做君尊的祭祀 这是神对每一个上帝子民的呼召 那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献上自己 愿意顺服的心 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 就洁净我们 而主 他自己就把他的衣袍 夹在我们身上 那么做祭祀 主要的职份是什么呢 就是做中宝 就是做人和神之间的这个中宝 那他首先要做的 我们看这个大祭祀 他这个亚伦当时为他预备的这个乙福德 他上面要带一个什么 金牌 金牌上要有一个冠冕 冠冕上写着什么 归耶和华为生 那然后呢 你看到他两肩上有肩带 他前面呢 有胸牌 这个肩带上有两块石头 这个胸牌上呢 有十二块石头 都是什么 记载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他们到神面前去敬拜的时候 他们要为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献上祷告 在耶和华面前为纪念 此外呢 他们还要教导百姓 遵行神的律法 他们也要分辨哪些是有罪的 比方说这个得了大麻风 是不是得洁净 他们都要做分辨 另外呢 当人认识到自己的罪 当人到耶和华面前来赎罪的时候 他们要为民献上赎罪祭 此外他们还要给人带来祝福 当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 能够分别为圣的时候 神的祝福 nos hands on神的祝福 就是有职份 有王的职份 那么只有你 在主面前 为人担罪了 你才会得到 君尊的祭祀的称呼 我们看民述记里面 当这个可莱伊党反叛 他们反叛摩西的和亚伦的 从神而来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上帝出来 使可莱伊党被递开了口 整个被吞下去 但是民众第二天 仍然聚集来攻击摩西和亚伦 所以上帝的愤怒就临到 那么民众开始有瘟疫 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加上虾 快快到会众那里 所以亚伦就这样做 当他到会众当中为百姓赎罪的时候 有一句话特别感人 那就是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窒息了 当我们背逆神 当我们映着景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招致 神的愤怒 就会带来死亡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 当祭司 他愿意持守神的圣洁 愿意为百姓的罪 担罪 不仅仅是在坛上去 护理那个火 去见献祭 而是为百姓的罪 担罪 站在 这已经是犯了罪 要神处罚致死的百姓当中的时候 他愿意担罪的时候 愿意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的时候 他就成了君尊的祭司 这就是上帝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主耶稣 那个担当的爱 我们知道主耶稣 他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因此他愿意上十字架 来背负我们的罪 也是除掉我们的罪 那么其实呢 刚才我们说 亚伦所做的这一切 一样的 他愿意背负 会众的罪 他愿意到那个已经瘟疫起来的 这个会众中间 替他们赎罪 那么这就是补破口的 那我特别的留意到 以色拉记 尼西米记和戴伊里书的第九章里面 都有这样的祷告 那么尤其是尼西米 他呢 本来这个不是祭司 他只是一个纠正 已经被掳到外邦 去服侍外邦的这个王 但是呢 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 已经倒塌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悲痛 他到神面前去认罪 说我们的列祖 我们都得罪了神 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恩待仆人 所以上帝就赐给他机会 去担负什么 担负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 这个位分 那么使这个以色列民 能够重新复兴起来 这就是担当的爱 当我们有担当 愿意担负起神 让我们看到的那个破口 愿意认罪 愿意担当的时候 神就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们 也就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 在约翰一书中 主说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真的要有这样担当的爱 为他人担罪 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 是一个舍己的功课 是一个愿意死 愿意蹲下来 为罪人洗脚的功课 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为每一个门徒洗脚 甚至为要充卖他的犹大洗脚 主耶稣对犹大也充满了爱 以至于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 那个要卖他的就是犹大 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那我们在世上行走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瑕疵 所以主告诉我们不要彼此论断 反而要什么 彼此洗脚 什么意思 当你发现哪一个弟兄 哪一个姊妹 甚至是牧师传道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首先替他认罪 为他祷告 然后预备好 去服侍 为他洗脚 只有你愿意付上代价 去洗去他的罪的时候 愿意站在这个罪人的位分上 去代导 去代求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成为君尊的祭祀 这也就使我们免了彼此论断的罪 求主帮助我们 那其实呢 有这个舍己的爱 有这个担当的爱 不是一处而就的 它需要一个灵命成长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往往伴随着试炼 我们看到亚伦 他最开始是因为摩西被呼召 那么摩西说自己捉嘴奔口 所以呢 亚伦也被呼召 成为摩西的口 那么亚伦呢 他曾经举仗 在这个埃及行过神迹 那后来 当摩西到西乃山领受诫命的时候 领受十诫的时候呢 他听从这个 以色列民的想法 注了金牛犊 犯下了大罪 当摩西来指证他的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错 但是他也给自己找借口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当他们做大祭司的时候 他的两个儿子 拿达和雅比户 因为 私自献反火 当场就被击杀 死在坛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亚伦已经学会不说话 默然无语 后面 当摩西娶了外邦女子的时候 他和他的姐姐米利安 他们一起开始挑战 这个摩西的 这个职份的时候 上帝对他们发怒 米利安得了大麻风 这个时候 亚伦开始 不仅仅是知罪 而且开始替米利安代求 求摩西来饶恕 为米利安代求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亚伦一点点成熟 直到 这一次 这个 他站在活人 死人之间 为百姓担罪 这些百姓 是要拿石头打死他们 是要反叛他们的百姓 是已经得了瘟疫的百姓 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能够站在百姓当中 他这样的一个承担 一个舍己的爱 是蒙神悦纳的 所以第二天呢 这个上帝让十二支派的领袖 都把自己的账拿出来 唯有亚伦的杖 开花 结了隐性 这是神 对亚伦的认可 后面 因为摩西 他击打磐石 那么没有尊神为大 那么他们都失去了 进迦南 美帝的 这个机会 那亚伦呢 他完全没有怨言 当说到了他的时候 他要脱下他的圣衣 他要去死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的顺服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完全为主摆上的生命 一个逐渐成熟的生命 一个愿意去死付代价的生命 一个完完全全降服于主的生命 这就是神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护照 所以我们看到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当我们爱心冷淡的时候 我们就会跌倒 那么怎么样成为得胜者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作为被拣选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那三分之一的 那主必定要用火样的试炼 来熬炼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求告主名 主也会接纳我们 那么主的心意是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成为君尊的祭祀 都愿意摆上 都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那美好的工作 使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于神 归他为圣 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宝 使那些还在罪恶过犯中挣扎的人 可以与神和好 可以回到上帝面前 而要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有担当的爱 和舍己的爱 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也是成为得胜者 必要遵循的 那么我们怎样回应主的呼召呢 就是要活出爱的见证来 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谨慎自首 精心祷告 而最要紧的就是要 彼此切实相爱 什么叫切实相爱 就是主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他的肢体 我们是血肉相连的肢体 那么唯有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 我们才能够见证主的荣耀 才能够有能力去传讲主的福音 后面说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遮掩 不是把它藏起来 装作看不见 不是的 这个是洗脚的爱 这个是除去罪的爱 那么是什么 是要持守圣洁的爱 就像光 光是要照进黑暗 除去黑暗的 就像炎 炎是防腐的 所以主呼召我们 成为光 成为炎 成为君尊的祭祀 去为罪人代求 为罪人付上代价 使人能够看到 我们的主就活在世上 像他一样 当我们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 愿意为罪付上代价的时候 我们的神 他就要来做那奇妙的功 他就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 加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迎接主再来 预备迎接天国的福音 预备去装备好 传讲天国的福音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五旬节的主日 你将这样的呼召 赐下 你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 你呼唤我们每一个人 珍惜我们 被拣选的 这个定命 我们都是为你所爱的 被你所珍视的 所以你拣选我们 你熬练我们 你要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祀 主啊 帮助我们 愿意回应你的呼召 愿意被你磨练 被你逃躁 愿意 真的是献上自己 愿意 跪下来祷告 寻求你圣灵的能力 愿意跪下来服侍 彼此喜叫 主啊 我们当中 有多少 曾经彼此怀恨的 有多少恩恩怨怨 主啊 都求你的宝血 来涂抹 来遮盖 求你赐我们勇气 来彼此认罪 来彼此代求 求你自己 亲自的 使我们 将这个破口 堵起来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 你自己 就要做那奇妙的功 就要做那奇妙的功 主啊 求你的灵 赐下来 充充满满的 浇灌 繁熟你的子民 求你自己 求你自己亲自 做那奇妙的功 你复兴我们 你复兴同在他 你使我们 回转向你 你使我们 愿意 成为 属你 属你 圣洁的子民 你使我们 愿意 付上 爱的代价 愿意 彼此相恋 愿意 遵你为大 愿意 单单地 仰望你 在百般试炼中 因着有你 而有喜乐 主 主 谢谢 愿你自己的旨意 成就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愿你的福音 被广传 主啊 求你 保守 看顾 每一位 也许我们的家人 都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能够认识你 谢谢主 一切送赞 荣耀 归给你 感恩赞美 奉主耶稣 得圣的尊名 Amen 感谢我们的主 通过 扬传到他的口 传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 天国尽了 让我们都来到主前 求主 的灵来福星 我们心中的灵活 也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让我们一起来回应 来到 主前 来到主 你面前 我们 如 或是 一块一块 建造成为主 灵活 主灵活 主的胸 在我们 当中 运行 圣灵活 要点燃 复兴我 来到主 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祝你面前 我们如或是 一块一块 建造成为主灵活 主的胸 在我们当中 运行 圣灵活 要点燃复兴我 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圣灵活 我们是教会 在这地发光宣扬主 来到主地面前 我们如火时 一块一块剪造成为主灵工 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 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 我们是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神所拣选背书的子民 基督是安室 我们是教会 在这地发光宣扬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这五旬节的主日 你赐下信息 谢谢你保守 看顾我们每一位在这疫情当中的平安 主啊 我们当中有经历各样试炼的 不管是身体上的 不管是经济上的 主都满了你的同在 满了你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把一切送赞归给你 愿你自己的灵 丰丰富富的降下来 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同在中 活在你圣灵的充满中 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 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要做君尊的祭祀 去宣扬你自己的美德 主啊 帮助我们活出爱 活出你的荣美 成为你君尊的祭祀 成为你圣洁高养的军队 愿主自己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中间 感谢赞美 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 Amen 好 我们一起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 就到这边 快要结束了 现在我们大家领受 主的恩爱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但愿我们赴上帝的慈爱 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相通 常和我们同在 叫我们时常纪念 天国来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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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